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黃劍老師,今天老師來跟大家介紹條件機率跟倍視定理的第一段影片 我們來看一下什麼是條件機率,我們上次有講過,它其實是我們現在大數據時代 生活中很廣泛的一個數學上的應用,特別是這個SOP的流程的制定,也都是在條件機率的應用底下來把它制定好的 好,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條件機率底下,我們其實常常會用數狀圖來幫我們解決這個條件機率的一個計算 那我們順便來介紹一下這個倍視定理,這個倍視定理也是用來協助我們條件機率的一個運算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定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是我們把一個醫院,我們可能要測試它有感染跟沒感染,比如說我們要測試它有沒有感染新冠病毒 那我們檢驗出一個試劑,它是陽性或陰性的,那我們其實是可以把它畫成樹狀圖來把它分類分好 然後我們來協助我們的計算,從這個數狀圖裡面,我們其實也可以發展出我們的倍視定理 然後用數學的式子來代表這個數狀圖,它是不是可以追溯它的來源 然後來做一下計算 好,那我們還是來複習一下機率的乘法原理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是我們之前有學過的機率的乘法原理,我們看第一個 如果我們要求A事件這個交集B事件的機率,那事實上啊 它會等於B事件的機率在乘上,在B事件底下產生A事件的機率,條件機率 那這個其實是可以從條件機率的定義而來的,那我們如果把它兩個反過來,事實上我可以把它看成是A事件的機率在乘上A事件底下產生B事件發生的一個機率 好,那如果是三個交集的話,A交集B交集C,那老師建議同學啊,這個比較困難一點,我們可以先把A事件跟B事件的交集當作另外一個事件 然後它跟C事件去做交集,然後把這個先寫成乘法定理,也就是啊,其實它是A事件交集B事件的機率,在乘上在A事件交集B事件底下產生C事件的機率 然後我們再把前面那一個A事件交集B事件的機率啊,把它帶第一個定理那一個把它帶進去 所以這三個就可以變成是這個B事件產生的機率,在乘上B事件底下產生A事件發生的機率 在乘上A交集B的條件機率底下產生C事件所發生的機率哦 那我們可以來看一下,我們如果把一個樣本空間S分割成A跟A'那麼事件B跟B'的機率的求法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個文式圖,我們來看一下這B事件就是紅色圈圈這個事件的機率,其實我可以看作是A事件跟B事件交集所產生的機率 再加上A'交集B所產生的機率,就是A跟A'是一個分割的事件 那我們要求B事件所發生的機率,就是左邊這一個紫色的再加右邊這一個粉紅色的部分哦 我們來看一下B'我們也可以這樣子看,B'其實就是A交集B'的機率,再加上A'再交集B'所產生的機率 好,那各位同學其實這個還是一樣,一開始我們還是要搭配畫一下文師圖來幫忙我們自己把它理解出來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一個題目,如果我們想要知道某個國家他租得到口提議的機率,他有一個檢驗的方法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某個國家他租得到口提議的機率是0.05,那麼我們今天有一個口提議的檢驗方法 他可以對健康的租做出正確檢驗的機率是0.8,那麼他對患有口提議的租可以做出正確檢驗的機率是0.9 也就是他患有口提議,那你就可以把90%的檢驗出來,但是還是有10%的檢驗錯誤 今天有一個柱,因為我們不知道這個柱是不是真的患有口提議 他做一個檢驗,那他檢驗出來是健康的機率是多少 那麼可是他檢驗出來是健康,不代表他是真正健康 所以第二小題我們要看是說如果他檢驗出來是健康,可是其實他是患有口提議的機率到底是多少 那我們其實就可以利用這個條件機率還有機率的懲罰定理來解這個題目 那如果一開始你的思緒還是很混亂的話,那老師建議你其實我們其實是可以畫一下樹狀圖來幫忙我們自己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國家的株,他患有口提議的機率是0.05 假設他患有口提議代表A事件,那沒有患有口提議就代表A波安事件 所以我們就把一個數字分做兩段,A就是0.05,他患有口提議 然後有0.95,他沒有患有口提議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A,這個A 他我們經過這個檢驗,他檢驗出來真的有口提議,我們就叫做B 他有百分之這個正確的檢驗率是0.9,會檢驗成B 然後他有檢驗錯誤就是B波安,B波安就是我代表檢驗出來他說他是健康的,是有0.1 好,那我把一個沒有患有口提議A波安的去送去做檢驗 那我們來看,他正確檢驗的機率是0.8,也就是他有0.2的錯誤會說他患有口提議 那他有0.8就是B波安,會說他是健康的 好,那我們就把這個整個的樹狀圖都把它發展出來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小題,這個豬被檢驗為健康的機率 也就是我們要求B波安的機率,那麼如果從這個乘法定理來看 他其實就是A交集B波安的機率,再加上A波安交集B波安的機率 那我們從樹狀圖來看,哪邊是他檢驗出來是健康的 健康的就是B波安,後端是B波安那一條 所以其實他就是0.05,再乘上0.1,再加上0.95,再乘上0.8 所以這個豬檢驗為健康的機率是0.765 接下來我們來看第二小題,第二小題是一個條件機率 他說如果這個豬檢驗為健康,但是它確實患有口提液的機率 那我們來看,剛剛我們第一小題就已經算出來,它是健康的機率 但是這個健康的機率裡面,各位同學有沒有發現 其實它是健康的,事實上它是從上面有一個樹枝 跟下面有一個樹枝來的 但是這上面那個樹枝其實是代表它有口提液 但是它被檢驗成是健康的,就是檢驗錯誤 所以我們第二小題,我們就可以看到在B波安底下產生A的一個機率 其實我們就可以用條件機率的定義 它等於PB波安的機率分支 在A交集B波安的機率底下把它算出來 好,我們來看B波安的機率是其實我們剛剛算出來是0.765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它檢驗錯誤的就是上面這個0.05乘以0.1這一條 所以我們得到上面的數值是0.005 所以其實我們就可以知道,如果這些豬檢驗出來是健康的 那事實上它有一百五十三分之一是檢驗錯誤的 它可能還是含有口提液 所以這個檢驗還算是一個不錯的檢驗方式 因為153裡面它有一支是檢驗錯誤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另外一個類題 它說這個壓,這個會得禽流感 那一樣,它說得到禽流感的機率是0.1 所以沒得到禽流感的機率是0.9 那麼我今天發展一個試劑檢驗法 對健康的壓,可以做出正確的檢驗的機率是0.9 那麼患有禽流感的壓,可以做出正確檢驗的機率是0.95 好,那我們來算一下這個壓,它患有禽流感的機率 一樣,我們還是一樣,我們用A事件代表壓得到禽流感的事件 B事件代表了檢驗出它患有禽流感的事件 好,一樣,我們還是一樣劣勢值 但是如果一開始你對這個式子還不是很熟悉的時候 我們還是可以畫一下文試圖來幫忙 這個某地區的壓就是有0.1的機率會得到禽流感 有0.9不會得到禽流感 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患有禽流感的這個A 那它會有0.95的 是檢驗出來是B 那這是檢驗正確的 然後會有0.05檢驗錯誤 就是說它患有禽流感 可是它驗出來沒有禽流感 好,那同理 它對沒有患有禽流感的 它可以做出這個正確的這個檢驗 是這個0.9 所以它沒有患有禽流感 然後它之後又檢驗出來沒有禽流感 就是最下面這一支是0.9 但是它把沒有患有禽流感 檢驗出來是有禽流感是0.1 所以我們就把這一個素狀圖把它 把它完整的解決出來 我們其實來算這個題目就會更快 那所以你看第一小題 它要說這個壓驗得有禽流感的機率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數字 最後面它說它患有禽流感就是B 就是B 好,所以我們看B有兩個數字 它其實就是0.1乘以0.95 再加上0.9乘以0.1 所以我們就可以算出來 它患有禽流感的機率就是0.185 好,那麼第二題也是一樣 它說如果這個壓檢驗出來患有禽流感 那事實上它是健康的機率 那我們來看一下 也就是我要在B事件底下 產生A'事件的一個條件機率 好,那我們用條件機率定義 我們可以來算分母就是0.185 那分值的話其實就是我們檢驗錯誤嘛 所以就是0.09 好,0.09 所以其實你看這個檢驗方法看起來就沒有那麼好 為什麼? 因為它檢驗出來如果是正確的比例 就是說它檢驗出來它得到禽流感 結果它是健康的比例是3.7分之18 也就是它如果檢驗出來有37支有禽流感 事實上有18支是健康的 所以這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利用這個條件機率 還有機率的乘法定義 我們可以來看出這個檢驗方法到底夠不夠好 要不然你光看它字面一二 它好像這個檢驗方法是很好的 因為它對一個健康的壓 可以做出正確檢驗的機率是0.9 然後它對患有禽流感的壓 也可以做出正確檢驗的機率是0.95 數字上看起來都很好 可是事實上我們用條件機率一來反算 就發現其實它檢驗的比例 事實上是很不好的 因為37支你檢驗出來是這個禽流感的壓 事實上裡面有18支是健康的 快要一半都是健康的 好,那接下來我們要介紹背式定理之前 我們要先來介紹什麼樣式分割 那我們現在把S樣本空間裡面的S裡面有N個事件 這N個事件裡面A1,A2,A3一直到AN 這些東西我們稱為它是樣本空間的一個分割 這個分割有一個特性 我們看到下面這個圖 這個分割就是每一個A1,A2,A3之間 它們都沒有共同都沒有交集的部分 也就是它們兩個兩個都互次 而且它們全部的連擊其實就會形成全部的這個樣本空間的一個事件 所以S等於A1這個連擊A2連擊A3 所以全部加起來就是整個樣本空間 所以這個分割的定義我們先來把它搞清楚之後 其實我們就可以來學這個機率的背式定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A1,A2一直到AN都是樣本空間的一個分割 那麼樣本空間裡面如果有一個事件是B 這個B事件其實我們就可以寫成 因為它就是B在交集A1事件 再加上B交集A2事件 所以B事件其實就等於A B跟A1,A2,A3一直到AN 所有東西的交集 如果我要算機率的話前面就再加一個機率 好,那我又可以從機率的乘法定理可以知道 其實PB其實就等於P of A1 再乘以在A1底下產生B事件的機率 再加上P A2,A2的機率 再乘上在A2底下產生B事件發生的機率 一直乘到AN所產生的機率 再乘上AN底下產生B事件發生的機率 好,所以這個PB事件我們就可以把它寫出來 好,那所以這個背式定理是這樣子講 如果在B事件發生的情況底下 那我要產生裡面其中一個AJ事件發生的機率 也就是我們把它用條件機率寫出來 就是在B事件底下產生AJ事件發生的機率 那麼如果我從條件機率來講 分母其實就是PB 分子的話就是PAJ交集B事件所產生的機率 那我們分別把它寫成乘法律 就會變成這樣子的一個背式定理 那麼背式定理看起來有一點點小小的複雜 那老師都建議是說 你一開始在使用背式定理的時候 都還是用樹狀圖來輔助我們 那你做了幾題之後 你就可以慢慢了解 我們背式定理其實它就是在做樹狀圖 然後它其實就是在追溯所謂的來源的時候 可以使用的一個定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背式定理的直觀解題 那有時候你不一定真的要把公司拿出來用 其實你用直觀的方式就可以解決這些題目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題 它說有一家公司它產生 它在生產省電燈泡 那麼它有 他們公司有三個廠 有甲廠、儀廠、丙廠 然後它分別生產燈泡的比例是40% 35%跟25% 這樣加起來是100% 好,所以它說甲這一個工廠可能比較舊 所以它這個生產瑕疵品的比例是1.3% 乙工廠比較新一點 所以它這個瑕疵品產生的比例是1.2% 丙工廠可能是最舊的 所以它這個生產的瑕疵品的比例是1.5% 好,那麼我已經把所有的公司生產的燈泡集中起來 那我隨便取一個燈泡 然後取到瑕疵品的比例是多少呢?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題 那麼如果第二小題它又要說 如果這個燈泡是瑕疵品 那我想要追溯來源說 我想要知道說 這個瑕疵品可能是 甲廠所產生的機率比較高 還是乙還是丙 那我就可以利用貝斯定理來算這個題目 好,我們來看 取到瑕疵品的比例 因為甲廠產生的40% 然後它產生瑕疵品的比例是1.3% 所以就是40%乘以1.3% 以它所產生的產品的比例是35% 然後再乘以它產生瑕疵品的比例是1.2% 比 比的話是25%再乘上1.5% 所以我得到 這個全部的產品 然後瑕疵品的機率其實就是0.01315 那麼這0.01315裡面是屬於甲生產的 甲生產不是就是前面老師列的第一個市值嗎? 40%乘以1.3% 所以我們要算這個瑕疵品是來自於甲廠所生產的機率 分母就是用0.01315 然後分子的話就是用甲所產生的瑕疵品的比例來算嘛 這樣算起來的話 那這個瑕疵品來自於甲廠的機率就是0.4 這近視值大概是0.4 那這個就是背式定理的直觀解題 所以其實各位同學也不用太害怕 有時候你使用背式定理其實它是很直觀的 或者你畫一下樹狀圖它就可以解決了 所以我們通常還是會用樹狀圖來輔助我們解這個背式定理的一些題目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背式定理 背式定理的公式其實是這麼的複雜 那事實上如果你一項一項把它解決 它其實也是很簡單 它其實就是條件機率 那它把每一個條件機率寫成分割的乘法定理這樣子而已 那如果條件太複雜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先利用樹狀圖的方式 那考慮每一種情形它的發生率 在計算在那一種情形下產生的機率 來協助我們解題 所以大部分而言我們還是會畫一個樹狀圖 在旁邊協助我們解決這個解題 而且幫助我們思考 你去印記這個公式其實是沒有什麼用的 好 那以上就是老師跟大家介紹 條件機率跟背式定理的第一段影片 我們這邊一會兒 我們這邊請問 一 二 一 二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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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